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早 又到了我们灵修的时间 我们要读的经文 记载在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 那时有法利塞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 神说当孝敬父母 又说咒骂父母的必制使他 你们倒说 无论何人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供奉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 废了神的诫命 假骂为善的人呢 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他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做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是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 法利塞人听见这话 不服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 凡栽种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 必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言凌路的 若是瞎子凌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 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 凡入口的 是晕到肚子里 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狗合 偷盗 万证 放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污秽人 以上是神的话 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在争论 洁净的问题 饭前洗手 应该是一件不错的事 但是这些法利塞人 其实他们关注的 不是清洁与卫生的事情 而是关注宗教礼仪的问题 这里耶稣举的例子 是当儿子跟父母说 我应该给你的奉养 已经献给神了 法利塞人 宇文士就认为 这儿子给父母的奉养 已经不能再做俗世的用途 他们是守祖先的传统 因此 儿子就不应该奉养父母了 我们都知道十届的第五届 要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世上得以长久 那这段经文到底呢 是哪一段优先呢 孝顺父母是神应许的诫命 孝敬父母在世得以长寿 跟你奉献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应该是很清楚才对的 耶稣用以赛亚的话 来指责他们 只用嘴唇尊敬神 然后心呢 却远离神 把人的吩咐 当做道理来教训人 所以你敬拜上帝呢 也是枉然 耶稣要众人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才能污秽人 所以说明呢 这一切都是心的问题 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到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真的坏到极点 谁能刺透呢 所以耶稣才说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会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拱合 偷盗 妄振 放毒 这些才会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污秽人 主告诉我们 要保守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要跟神求说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呢 都是由我们的心发出来的 这里让我想到 一起来祷告 天上的父 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 我们相信 主啊 你每天告诉我们 一句话 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口中出来的 才会污秽人 所以主啊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叫我们的口 常常是说造就人的话 不要说批评论断的话 主啊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感恩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你 阿们 哈利路亚 主的圣灵陪赞我们 让我们一天 有一句话就够了 叫我们的心自己保守 我们口所出的 就是恩言 恩待人的话 感谢主 上帝赐福大家 下次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